2013年古智星从马背摔响,导致终身残疾战故起来,第二天就是婚礼。 众所周知,拍戏虽然赚钱很快,但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活,因为不仅是有一些安逸的镜头,也会有危险的镜头,比如说爆破,又比如说火灾。 在拍摄现场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,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意外,毕竟有时候到剧组也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。 就像当年余浩铭和Selena在拍戏时被烧伤一样,还有一个大家伙都不知道的,就是在2013年拍摄《兵出同关》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,因为爆破声音太大,所有演员骑在马上,准备要冲出同关。 但是这个时候,还有一个人一匹马在火海中奔腾,古智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,敬夜两个字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 当年在拍摄《我是特种兵》的时候还进入部队,一直跟着部队的人在训练,无论是负重拉链还是在难得任务,都能够做到跟他们一样的成绩。